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迎来职场剧 被曝宇任嘉伦 范澄澄领衔 萧燕惊喜加盟 迪丽热巴是当下观众备受认可的全能女王 从时尚造型到影视作品再到综艺表现 她都贡献出了与众不同的魅力 给观众带来了愉悦的视觉享受 今年 迪丽热巴更是凭借着在《安乐传》中的精彩演绎 成功让观众看到了任安乐这个角色的灵动和可爱 再加上迪丽热巴打戏行云流水 更是为《安乐传》这部作品提供了很多有趣的看点 截至目前 迪丽热巴在古装剧领域可以算是都有所涉猎 因此 迪丽热巴近几年开始渴望突破 出引了《攻速力剑玫瑰》等多部证剧 近日 网传迪丽热巴已经收到了职场情感剧的邀约 那便是势均力敌 该剧主要讲述的是急诊科医生江云 时和商圈大佬沈燕青携手前行 最终在各自领域闪闪发光的故事 迪丽热巴迎来职场剧 被曝宇任嘉伦 范城城领衔 萧燕惊喜加盟 目前势均力敌的剧《方正》在此刻迪丽热巴 众所周知 迪丽热巴在现代剧中演过保镖 明星 法官等形象 唯独没有出演过类似医生的角色 这次 迪丽热巴首次挑战命运多舛 乐观开朗 技术高超 英姿飒爽 机智过人的急诊科医生形象 肯定会带给观众全新的角色体验 相信以迪丽热巴的颜值和实力 肯定会大大提升势均力敌这部作品的质感 再加上迪丽热巴扛剧能力超强 肯定会让势均力敌这部成为爆款 至于该剧的男主 网传已经指定任加伦 本身任加伦和迪丽热巴此前 就合作过与君初相识 这次两人二搭职场情感剧势均力敌 肯定会带给观众很多惊喜 此外 从角色人设来看 任加伦很适合沈彦青这个角色 该剧男主是一个外冷内热 傲娇腹黑 雷厉风行的霸总形象 却对女主言听计从 主动出击 如此有趣的男主人设 很容易抓住观众的眼球 再加上任加伦颜值出众 气场强大肯定会把商圈大佬的形象演绎的活灵活现 再加上他和迪丽热巴强抢联手 肯定会为士君力敌这部作品提供很多高光时刻 本以为士君力敌的主演阵容就已经够强大了 没想到该剧的配角阵容也非常给力 目前 该剧剧方已经开始接触 范诚诚和肖燕这两位人气演员 在大众的印象里 范诚诚之一个爱豆出身的人气歌手 但是 近几年她在影视领域 也贡献了不俗的演技 尤其是她在曾少年中的表现 在剧中 范诚诚饰演的渣男杨成温柔体贴 出手大访 喜心厌旧 自私自利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 她还和杨子合作了要久久爱 让很多观众备受期待 这次 范诚诚以实习医生的身份 惊喜加盟士君力敌 肯定会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惊喜 至于萧燕 她的颜值和演技无庸置疑 从招摇到办事秘堂 办事商 再到南洋女儿情 她的表演细腻生动 打动了很多观众 目前士君力敌已经开始筹备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所以说我可以借以赞 评论和订阅